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一件工作 如果A、B同時用的時候 4小時會完成 就是A、B兩機器 這一件工作的話 如果同時用A、B這兩個機器一起做的話 4小時可以完成 如果A先做3小時以後 接著B要工作6小時才能完成 現在問說 A、B如果單獨做的話 分別是S、Y小時 那需要幾小時 就是A、B單獨做的話 各需幾小時 現在怎麼做 我就先把這個 我假設整個工作叫做E 然後A工作的速率 它的速度我叫VA VA 那B工作速度我叫VB 好 他現在呢 一起做 要花4個小時 乘以4 這個能夠完成這一件工作 叫E 好 現在另外 A工作3小時 3VA B工作6小時 6VB 也可以完成 是E E代表全部的工作 那麼現在我們要算什麼呢 算S、Y X的話就等於多少 這件工作的話 除以工作梳理VA 就是工作的時間 我們要算這個 還有Y 全部是E 工作梳理 單位時間 工作量是VA 全部的工作量是E 這是V 要把這個算出來 好 那我現在就把VA跟VB 算出來 好 那我就用行列式 這個 我把它寫 填上去 那VA VA 等於多少 V 就等於 這個 減這個 24減12 是12 12分之這個 減這個 6減42 所以是6分之1 所以 X 是等於多少 把導數倒過來 6小時 假如 AG7單獨做的話 需要6小時 然後我們看 BG7的工作速率 工作速率多少 就12分之多少 4 減3 1 所以 Y 工作時間 如果單獨做的話 就12小時 除了一個次Y的話 是多少 是6跟12